镜头转到金山 日前有报导指出 有两名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来金山逛老街 让地方民众担心是否带来疫情 为此区长也呼吁民众不必恐慌 定期应该清洁消毒的区域 防疫工作一直都有在进行 民众只要切记注意卫生、勤洗手 公共室内空间口罩戴好 就不怕疫情会上升 日前有媒体报导 有两位从欧洲返台的民众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不但没有遵守尽量避免到公共场所的原则 还到金山老街与温泉区来泡汤 消息一出就由民众向里长反映 希望能够尽快消毒 避免民众的恐慌也影响到老街的生意 而昨天晚间六点 趁着老街的商家陆续在收摊 公所也派清洁队前来进行例行的消毒 所以你们家有金酒吗 对对对对 这有人家 这两个人多吗 这两个人来的 昨天还很多 因为我们这里只要不要下雨人都很多 昨天有人来这边爬爬走 你是说出国回来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也担心 担心大家都也担心 你看这色光光的 老街的住户也好 店家也好 因为怕会疫情感染 所以拜托清洁队员 来做这个那个消毒的工作 让民众安心 你可以说 你可以来老街 不用怕 只要防疫做得好 什么事情都不用怕 李长爷提及只要防疫工作做好 就不太需要担心有疫情爆发感染 而其实老街是属于公共空间 人来人望 早在防疫工作开跑之初 规律且例行性的消毒就没有一刻松懈 不仅是老街就连市民常常聚集的活动中心 以及公共浴室 在一般修管期间 消毒工作也都是定期在进行 在于是不是有来我们这边老街来游望 我们不清楚 那是我们现在朋友 这样的说明 不过我们这例行性 我们都会来这方面的消毒 包括老街 公共场宜 我们都会做前面的消毒 面对近来疫情严峻的趋势 担忧群聚造成疫情感染 新北市也决议对市民开放的 室内公共集会空间 像是里民中心 休闲运动中心 还有公共浴室 都暂停开放出界两周 而区长也呼吁民众 不必过度恐慌 定期应该要清洁消毒的防疫工作 都一直有在进行 民众只要切记注意卫生勤洗手 公共室内空间口罩戴好 就不怕疫情会上升 继续平函金山采访报道